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在海景第一排享受饭店及公社 三支正在预售中的养生村 吸引热爱到法国度假的陈小姐下单 我看过很多公公婆婆 儿子跟妈妈 儿子跟太太之间的 这种矛盾 这种难过 所以我内心就抱着说 以后我不要把我这一段加租在我的子女身上 年过50的壮时代 不想住在家里造成孩子负担 决定自己养老的地方自己买 其实蛮多长辈就是退休之后 甚至开始出现一些空潮的状态 那其实他们可以安排更多 因为有更多的私人时间 其实你可以安排很多的学习 然后跟同伴一起出去玩 和同个世代的人一起开心变老 新的人际关系对壮时代来说有多重要 台湾老年医学继老年学会杂志报导 75岁以上长者孤独感盛行率高达39% 又有5%认为无时无刻感到孤独 后续也有研究指出 每周历经三次或是三次以上的孤独感 可能增加晚年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瞬间老的情况比吸烟还要严重 因此三支养生村千坪基地 预计规划130多户 算一算超过100人一起养老 有不老学堂能提笔上课 学茶染绘画或是找专家指导品茶 无论健康和亚健康壮士带 日常需要的服务这里都有 软体的部分我们有整个康养的团队 我们有护理师 有老服专业的人员 然后有社工的带领 那我们二期来讲是饭店是设计 我们一楼甚至跳高到6米以上 一般住家其实4米2就已经够高了 硬体拉高到饭定规格 软体上有抗养服务 度假饭店乐陵宅 适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壮士带 出售型的乐陵宅目的之一 就是要让壮士带有家的感觉 更加的有归属感 和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的 养生村养生宅只租不卖 是很大的不同的 不过想要拥有这样的乐陵宅呢 最小坪数15坪 大概要500万上下 没有这样财力的壮士带 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是可以留在家 开心的变老 东海大学推出开放式养生村 以校园为核心 将附近社区的高龄服务 系统化和模组化 整个社区就是一个养生村 有一些高级的养生村 绝对是生活条件无余的 但是它不熟悉 它没有亲友 慢慢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好像可以把不同的里 他们的活动中心 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一个的养生村 然后以东海大学为中心 我们有学生 我们有老师 我们有设备 我们有场地 五大支持系统中 营运部分 交给气管和资工系学生 建置云端营运管理平台 人力支持系统 由社工系投入 并协助社区提高志工专业 健康促进系统 由高龄健康与运动科学负责 也会定期举办活动 共产部分串联外送平台 目前服务大于五百位壮世代 参与学生超过八千人 轻盈共创新生活 有九个礼 我们希望把这九个礼的礼名 我们轮流出去 出去找他们 那他们也能够轮流过来 让他们礼跟礼之间的阿公阿嬷们 能够有一些交流 透过活动 透过各种我们的课程 台湾踏入壮世代的人口多达五百万 这群人想怎么养老 选择日益多元 在自己的家享受完整照顾 安心变老 已经可以实现 八大新闻马上一转龙 新北市台中采访报导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喔